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谢症候群先放一边 因为我一开始就跟他聊到 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 我非常的担忧 就是英国的那个变种的新冠病毒 英国的卫生大臣说 不但是变种 而且已经失控 这消息一宣布之后 已经有40多个国家跟他们断行 那英国我相信接下来的圣诞节 会非常的辛苦 因为该回家团圆 也怕自己让家人置于风险当中 但是不团圆又完全 不是一个Christmas Spirit 又不是圣诞节的一个精神 所以我相信现在英国政府也很苦恼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 现在很多包括的医学专家都说 没有证据显示 这个病毒变种之后 会影响到之前 已经被批准上市的疫苗 它的一个功效 说是这样说 但就像我个人的理解就是 每一年我们在选隔年的流感的疫苗 病毒株没有选对 那疫苗效果就会差 没有错 所以新冠病毒变种之后 那原来研发的疫苗还会有效吗 你怎么看 新冠病毒就是RNA病毒 RNA本来它就是突变非常的快 那其实在这次的这个大 这个发现的变种之前 其实陆陆续续都一直有变种的病毒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你疫苗 你找到那一段的RNA的片段 是不是很稳定的一段 假设今天这个病毒 从一开始原发的 什么讲武汉肺炎的病毒好了 到现在假设有100种突变了 有可能已经出现了好几十次 或者假设有100种突变 但这个100种病毒里面 它都有一个稳定的片段 大家都是一样的 你只是些微的改变 你只要那个片段是我们今天疫苗 有把它引用进来的片段 那就没有问题 你就是它会辨识到 我只要辨识到这一段 我就会产生抗体 那就算你有突变 那你只要有提供稳定的一段 就没有问题 但是RNA病毒很困难 我们知道B型肝炎有疫苗 B型肝炎是一个DNA病毒 它相对比较稳定 但是C型肝炎就是RNA病毒 它的变异相当的快 那目前C型肝炎 我们知道没有疫苗 那也就是说 它无法找到很稳定的一段 就是它突变突变突变之后呢 你可能找到这一段 它又突变又没有效了 所以C型肝炎一直没有疫苗 就是这样 那现在这个 这个英国的最新的变种病毒 目前还 专家还是认为 之前研发的疫苗是有效的 也许它是有找到 是相对大家都共同的一个片段 所以还是疫苗 还是可以产生它的作用 我的功能啊 当一个主持人 就是把一些专家的话 翻译成更白话 我给大家听一下 我这样讲 那个副院长听听看有没有错 我们一首歌曲 都会有本来的节奏 但是很多人会改编 变成变奏曲 是 放在YouTube上面播出的时候 YouTube都会去抓 违反的盗版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主要基调 旋律不变的话 不管你怎么变 还是抓得到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只要能够被抓得到的话 就代表疫苗有效 没有错 所以你刚刚讲到 新冠病毒的疫情是属于 它中间那一段是相对稳定 对 不管它怎么变 中间那段稳定的话 疫苗就应该是有效 是可以辨识到 没有错 这你听了你的话 我稍微这个结果 稍微安心一点点 那英国其实月初 已经开始陆陆续续 在打疫苗了 但是我们知道 它那个高峰 还是一直在上来 那是不是疫苗 还没有产生它的效果 这个也是要观察的 不过英国会成为一个 算是全世界 在疫苗突变之后 大规模的扩散 自己的卫生部长说 已经失控的一个国家 我相信应该是 包括他们 本来最初的那个佛系的 这个防疫错为 应该是有绝对关联吧 没有错 一开始他觉得 因为我只要有一定 比例的人得到感染 应该就是有 群体免疫的效果 我看来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病毒 你还是不像一般的流感 死亡率没那么高 这个病毒还是有一定的 死亡率的风险 所以后来他们发现 佛系的防疫还是不行 再回过来的时候 都有点太晚了 是 好总之呢 那我们台湾再次的强调 我们前半段做得不错 那也的确 达到了防疫的一个标准 但是我觉得防疫 都会有一个疲倦期了 疲惫期就是 时间到了 就会稍微有点松散 那这段时间我们看到 境外移入的一些移工 包括来自于印尼或菲律宾 的确让我们的国内的 个案数不断的累加 而且连续250几天的本土 病例又因为这次的 纽国的机师破功了 所以各方面 感觉都必须要警觉 再拉回来一些 所以今天副院长在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呼吁 马上包括了圣诞节 跟跨年元旦一连串的 假期的时间 保护好自己 该做的防疫工作 我们台湾人真的是 很厉害了 也算No.1 我们自己防疫概念 是非常有的 洗手戴口罩大家都知道 非常清楚 也不需要做太多的卫教 但是把我们一开始 那种意识再拿回来 保护自己 保护别人 进入我们的今天主题了 今天请到的副院长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特别跟大家聊一下 也跟马上要出现的 圣诞节 元旦假期都有关 没错 因为圣诞节要吃大餐 元旦假期回家团圆 也要吃大餐 吃了之后呢 英文那个字 我觉得跟我们中文 有点点相关联 肥胖 Obeis 以前老师教我怎么背这个字 Obeis O胖死你 Obeis Obeis 就是糖尿病 Obeis 这个胖 跟我们的代谢有绝对的观念性 给大家一个数据报告 为什么今天请副院长 台湾正式进入一个胖胖国 肥胖国度 国民健康署统计 18岁以上的成年人 跟过重肥胖盛行率 是在2019年创下的历史新高 来到了47.97 等于在台湾 不管男生女生 只要是成年人 两个当中 就有一个是胖的 都有过重问题 而且肥胖会导致代谢症候群 跟日后发生的 脑血管疾病 心脏病 糖尿病 高血压 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今天请到副院长 来跟大家先聊一下 什么叫做代谢症候群 代谢症候群 它不是一个疾病 它是一群一些代谢疾病 一些危险因子的一个统称 那这个名词出来 大概差不多20年前 出来这个名词 那当时他们是观察到 有代谢症候群的人 他将来得到糖尿病 得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是比较高的 那这个五大危险因子 是哪五大危险因子 第一个就是负围 它是看负围 我们刚刚提到 那个台湾的肥胖 它是看BMI 就是你身高 体重除以身高的米平方 BMI大于24 我们就算过重 大于27就算肥胖 那这个统计 刚刚讲是47.9% 它是BMI大过24的 在台湾的成年人 有这么高的比例 那是看BMI 那这个代谢症候群 它是量负围 它是量负围 男生大于90公分 女生大于80公分 那为什么他不看体重 不看BMI呢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是 有些人 muscle 念的很大 他体重很重 他BMI可能超过 问题他体脂肪不高 那有些人是瘦胖子 他BMI很正常 但是他肚子大大的 内脏脂肪很多 那一定要看腹围吗 没有其他围吗 胸围 臀围 其实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比较好测量的方式 那你如果说更准确 应该是去量他的内脏脂肪 内脏脂肪 那为什么 因为这个代谢症候群 其实他整个一个病理的急转 就是来自我们内脏脂肪过多 那内脏脂肪过多 他接下来他会 因为这脂肪细胞 然后他会分泌一些 一些比如说细胞激素 戒白素 然后或者一些肿瘤的一个 一些因子 破坏因子 那这些因子呢 都是容易造成身体起的发炎反应 那一旦身体起的发炎反应 接下来就会影响到胰岛素 胰岛素的 就会出现胰岛素的抗性 那我们都知道 胰脏有两个很重要的荷尔蒙 一个就是胰岛素 一个是生糖素 那胰岛素 对我们身体来讲是非常重要 它在平衡我们的血糖 那把我们身体的糖呢 把它擀到细胞里面 让细胞利用 那多余的糖 它会储存起来 在肝脏 在肌肉变成肝糖 那太多的糖会变什么 脂肪 就最后会堆积在你的肚子 当作储备的能量 所以它在身体 它是做合成作用 合成肝糖 合成糖 那合成脂肪 它是在做 还有蛋白质的合成 其实胰岛素在对我们来讲 在储备能量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往往过多的糖 或者脂肪细胞 太多之后造成这个胰岛素 出现的抗性 胰岛素抗性会怎么办呢 你的糖的利用就会变差 你的可能你的糖 就无法很好的 赶到细胞里面 储存肝糖 那接着就是变脂肪 那脂肪越来越多 那就身体的反应 就越来越厉害 那接着就可能 心血管疾病风险就会增强 听副院长这样讲 我就联想到 我自己的这个 丈人岳父 他就是糖尿病的患者 你刚刚讲到说 这个会让这个 胰岛素的部分的功能 出现这些状况 所以 慢慢的代谢症候群 代谢变差了之后 你那个 跟糖尿病的关联性就会产生 是这样来的 其实这个疾病 原来一开始是在讲 胰岛素抗性 然后后来发现 很多代谢疾病 都源自于这里 所以我刚刚讲的 五大危险因子 第一个在讲副尾 那他的重要就是 在谈论内脏脂肪 其实应该严格在看 你的内脏脂肪 是不是太高 所以我们是 副尾 男生大于90 女生大于80 之后 我们就应该要警觉性 然后必须要去做 内脏脂肪 超音波 超音波是看 有没有脂肪肝 内脏脂肪很多量测方式 有些很简单 有些磅秤 还有些电极片 你可以去感应 就可以算你身体的 脂肪量肌肉量 或者有时候健身房 你可以做 in body的这个检测 又有用放射线 去看你全身的肌肉占比 脂肪的占比 这个都是可以去测量 你的内脏脂肪的量 内脏脂肪有一个 数值的标准吗 有个数值 一般男性是5到9 不要超过9 10以上就是内脏脂肪 会比较偏高 是 你刚刚讲到五大因子当中 负尾之外 对 那负尾之外接下来的一个因子 就是血压 血压我们是看收缩压 收缩压如果大过130毫米拱柱 数张压大于85毫米拱柱 那这就算一个危险因子 那85跟多少 130 是男女不分吗 男女不分 但是你如果是在吃降压药的 那就算一个危险因子 只要你有在吃降血压药 你虽然控制在这个以下 你还是算一个危险因子 OK 那第三个危险因子就是看血糖 空腹的血糖大过100 那这个就是危险因子 那当然包括糖尿病患 你虽然有在吃降血糖药 你虽然降到100以内 但是你还是算一个危险因子 那第四个是看你的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如果大过150 也是算一个危险因子 那最后一个就是看高密度子蛋白HDL 高密度子蛋白如果男生小于40 女性小于50 这也是一个危险因子 那我刚刚讲的这五个危险因子 如果你同时具备的三种以上 那我们就称为代谢症候群 好我再复习一次 第一 富为 男生大于90 女生大于80 高危险 血压 130 或85 超过的话也算是危险 不分男女 血糖超过100 三酸甘油脂超过150 最后一个是HDL 高密度子蛋白 高密度子蛋白 超过多少 男生小于40 40 女性小于50 我们常常把高密度子蛋白把它收成 它是一个好的胆固醇 对 所以一般来讲它有越高越好 它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 所以这个五大危险因子它是列入这个 那这个五个危险因子刚刚讲过 它就跟一堆慢性疾病有关 跟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中风 这个都有相关 那台湾也有去做过这样的一个分析 就是说它追踪一个世代 11年以后呢 它发现你有代谢症候群 将来你得到糖尿病的机会 大概是一般人的6倍 那心血管疾病大概是5倍 然后中风大概是3.5倍 就是说确实有这些代谢症候群 你将来连结的就是容易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这个跟 我打个岔 因为很多人说像那个 就我的理解 就是糖尿病这个事情或是高血压 跟这个是在遗传的基因当中是会有的吗 有关系 有关系 没有错 那为什么会造成代谢症候群 其实有20%来自遗传的因素 20% 20% 所以家里面有任何人是有糖尿病的病史 或高血压 或高血压 就是比较高风险 我的代谢可能就比较差一些 我就本身要多加留意 那你就更要去控制 你可能五大危险因子 就具备了一个或两个 我刚刚说代谢症候群要三个以上 那你就可能尽量去控制你的体重 然后呢 控制你的血脂肪 那就可以减少其他的危险因子 就不会进入这个代谢症候群 像你刚刚讲到的 这个负微 血压 血糖 三酸甘油脂 还有这个高密度 高密度 脂蛋白 HDL 在我们平常一般做健检的时候 这个都是最基本的吗 都标准了 基本的都会检查 然后可是它没有一个所谓的代谢症候群的 这个数字对不对 对没有 那你怎么样 它就是去评估你这几个危险因子 如果你刚刚讲五个有三个 你就算代谢症候群 那接下来就是可能要做一些介入 待会可能会讲 怎么样来远离代谢症候群 这个有没有任何一个年纪 因为我们讲代谢 通常年轻人是不管你怎么代谢不代谢的 就反正吃了 运动一下流个汗就OK了 但到了我大概到了40之后 我就发现确实我吃的少代谢也慢 这个有一个年纪上面的差点 你讲到关键的问题 当然我们来谈一下 那当然提到肥胖的肾行率在台湾 那代谢症候群的肾行率是怎么样 那这个大概有 这个国建署有统计 102年到105年的国民饮食健康调查 那他发现了在这个102年到150年统计的结果 男性成年男性有代谢症候群 占34.9% 34.8% 接近35% 那女性是24.9% 就说男生大概三个有一个成人 就是有代谢症候群 女性大概四个就有一个 这个因为对于数字没有概念来讲 放眼亚洲的话是怎么样 算高 以欧美来讲大概也是差不多是25%以上 不过这都是他们好几年前的data 那这个这几年来我想大概 各个国家肥胖的比例都在上升 就跟饮食有关系 有关系的 有关系 那我刚刚讲了 你刚刚讲14岁之后 就比这个比年前更加需要多加留意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肌肉量 在30岁是巅峰了 30 那30岁之后每年都会下降 每年都会下降 那到了老年家下降的就更多了 所以我们知道 银法族我们很关心一个议题 叫做肌扫症 肌扫症 肌扫症 肌肉慢慢扫 我们身体最大快的肌肉在大腿 当你肌扫症的时候 你的活动就受影响了 那你就可能容易有跌倒 甚至骨质疏松的问题都会出来 所以那为什么老人家会肌扫症呢 当然第一个是他肌肉量慢慢在流失 第二个我们一些长辈呢 常常有一个不好的观念 就说我怕心血管疾病 我年纪大了 我不要吃那么营养 常常说我要清淡一点 要清淡一点 不要吃给我大鱼大肉 这是不是正确的吗 这是完全是错误的观念 等一下 长辈不吃清淡 对 这个错误 越来越吃越清淡 那他吃的是什么 他的蛋白质摄取量就不够了 应该说要吃的更加均衡了 对你要均衡 你蛋白质量一定要丰富 就是什么是蛋白质 鱼肉蛋奶类你要多吃 那你现在长辈这些蛋白质吃的少 他什么会吃的多 他的碳水化物会吃的多 他的淀粉米饭面条面包 这些饼干蛋糕 他饿了可能就是抓这些碳水化物来 确实没错 那碳水化物吃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血糖就会上来 血糖一上来 胰岛素就要出来干预了 那胰岛素出来干预的结果是什么 把你多余的糖转成脂肪储存 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年后都开始会肥胖 第一个肌肉量下降 你的基础代谢率下降 那之后呢 他转成的就是脂肪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一个 我们有时候体重 可能跟20年前一模一样 但是我觉得我腰尾变粗了 为什么因为 我问你一个 1公斤棉花跟1公斤的铁块哪个重 嗯 一样重 我觉得你讲每一句话 都把我给打重的感觉 我体重没有差多少 但腰就是粗的怎样 一块1公斤的肌肉 它体积差了四倍 四倍 所以你一模样的体重 但是你添补的是变脂肪 所以你就觉得腹尾开始会大起来 所以各位 如果您今年过40以上的朋友 在听我们广播节目 你会发现 你要维持一个身形 不是光维持体重 因为你的体重不变 但你的身形就变了 如果你体重以前是50公斤 到了现在 譬如说你从35 跟你现在50岁来做比较的话 你就是胖了 这给别人的视觉上的观感就是变胖 对 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体重没有这样 甚至他觉得我饮食也没有吃比较多 但是为什么体重是怎样 我也没有吃比较多 就瘦不就会变胖 肌肉量下降 肌肉跟我们的基础代谢有关 所以基础代谢就是你躺在那边睡觉 都会消耗到能量 睡都会消耗人 对你就躺在那边都不动 也会消耗到能量 那就靠你肌肉 这个肌少症我可以跟大家做个分享 因为之前也 因为我在自己做运动比较多 也有做铁人三项 那个肌肉不是说你光去运动 就会长肌肉 是错的 你要有负重 对不对 你要负重 如果你要做跑步 不是说你跑步 你的腿部肌肉就会增加了 对 其实你要跑的话 真的要增加 你可能要跑一点拨度 才会长肌肉 你要在运动 你要提一些东西 你的肌肉就会长出来 不是说你光 光这样动 这叫做舒展 这叫做伸展 你要有一些 拿一些老人家也不要拿太重 就拿一些水瓶 是 这个让你的肌肉就会有长进来 一定要有负重 你才能够肌肉会长出来 我在指导一些影法族 怎么改善肌少症 我就是请他们拿保特瓶 600cc也可以 或者1公斤重一点也可以 要做一点负重的运动 最重要是蛋白质要补充 可是什么叫做肌少症 然后定义 怎么样去 有一个测量的数字 当然有 那个也有数字 有数字 他会去看你的肌肉量 跟你的身体的一个体表面积 去做一个换算 那是有定义 那比较简单的测量 如果家里有长辈 你可以帮他 请他自己量量看 请他用自己的拇指 跟食指 围绕起来 然后去量他的小腿肚 最粗的地方 如果你可以很轻松 就给他这样穿越过去 就说他会交叉的话 代表他肌肉量不足 最理想就是可能你扣不起来 那你如果可以扣起来又超过的话 代表你的小腿的肌肉量不足 这是最简单量测的方法 我的小腿 基本上 两只手 一肩就跟着 这个就是肌肉量就很够 这完全不行 因为我 这样子很好 这个也不是好 不不不不 因为这个小腿是因为 跑步之后 懒得做伸展 我很少拉筋 所以腿就特别特别粗 我每次买牛仔裤 收起来穿上去 腰都会很松 但小腿会有点卡卡 我的小腿比较粗一点 就是他们讲 运动完之后 尤其是跑完半马以上的 你一定要花很长 至少半个小时时间 慢慢的伸展 拉筋 然后呢 让你的肌肉可以这样拉长 拉长 拉长 我每次跑完之后 就一罐鼻乳 休息一下 所以我很容易 乳酸很容易囤积 就变成一块在哪边 是这样 是要做舒展 我相信今天副院长来这边 还会带给大家很多 如何去帮助你自己 远离代谢症候群 哪些方面可以着手 要特别去留意的 另外 我们等一下在 YouTube上面 大家可以提出大家 你自己一些疑问 包括了 跟肥胖相关所引发的 因为代谢关系 然后造成 你可能不管是有 心血管 心脏 糖尿 在这个孙末年症的时候 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 大家副院长 也给大家做个好好的提醒 马上回来 在现场陪着我们的是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的 副院长 梁成超 副院长 真抱歉 刚刚有观众指证 我把你名字念发 我才刚刚上了一个 中华脑力开发的课程 访问过理事长 显然还没有在我身上 起到作用 不好意思 梁副院长 不过刚刚副院长给我们带来 非常多宝贵的资讯 代谢症候群 虽然说它不是一个病 但它是一个指标 如果你这个代谢真的变差的话 后面引发的 包括了脑血管的疾病 心脏病 糖尿病 都有关联性 没有错 因为当你胰岛素变差之后 你的脂肪一囤积 渐渐的你会 身体容易发炎 发炎 然后变成一个慢性病 对没有错 刚刚几个指标帮大家复习一下 五大重点 你的负围 男生超过90 女生超过80 要注意 血压 这个130 85 如果都超过 那你要注意 血糖100 超过要注意 三酸甘油脂 超过150 要注意 然后再来就是 高密度蛋白 低于40 低于50 是正常 对 最好要高 要比它高 男生不要小于40 女性不要小于50 这是不要小于40 不要小于50 这个我们常说 它是好的胆固醇 那刚刚有朋友在问到说 这个关于高密度 低密度 胆固醇到底是什么 你可以发现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 我们最害怕就是 啊 胆固醇上升 包括刚刚我在讲 银法族 我们的长辈 为什么说怕吃 因为他怕心血管疾病 他怕他吃大鱼大肉 吃太多 胆固醇会上升 胆固醇高 那我就容易有心脏病 因为早期 我们对于 心血管疾病的观念 是这样 你吃了动物性的脂肪 你的胆固醇会上升 胆固醇上升 你就会得到心脏病 所以一直拼命 要限制你的脂肪 你的蛋白质的摄取 怕你胆固醇过高 所以胆固醇 这几十年来 我们一直在 跟胆固醇在作战 比如说我们如何 要降低你的胆固醇 那后来发现 心血管疾病 不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如果你有注意到 美国心脏科医学会 在四五年前 他就取消对蛋的限制了 嗯 他对以前说 啊 你这个心血管疾病 你一天 你最好不要吃蛋 或者一个礼拜吃几个蛋 或者是吃蛋 不要吃蛋黄 他觉得对 你的吃了蛋黄 你胆固醇就会上升 嗯 其实我们的胆固醇 是肝脏在合成的 嗯 八成都是肝脏在决定的 嗯 你今天吃多吃少 你都不吃肉 你不吃有胆固醇的食物 身体还是要制造的 嗯 胆固醇在我们身体 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们一直把胆固醇污名化 对 把它污名化 其实胆固醇是我们身体 建构我们的细胞 细胞膜上面都需要胆固醇 嗯 我们的荷尔蒙都需要胆固醇 特别是性荷尔蒙需要胆固醇 所以很多女性早期在减重啊 她的观念不对 她就是不敢吃肉 少吃的脂肪 结果她月经不来了 因为她整个荷尔蒙都乱掉了 所以这个 这个是 这个胆固醇是相当重要的 那另外我们在应付压力 嗯 应付压力需要的荷尔蒙 也是要胆固醇合成 嗯 所以包括神经传递物质 有太多太多都需要建构在胆固醇 所以你可以发现啊 在日本长寿的长寿的老人 他的胆固醇平均是240到280 欸我们在台湾超过200是红字 对是红字 但是 现在就说胆固醇你要看什么 它有高密度低密度 嗯 那刚刚提到说 我们以前对这个胆固醇污名化以外 我们又把胆固醇称为 高密度胆固醇是好的胆固醇 就是刚刚讲的HDL 那LDL叫做低密度胆固醇 就低密度脂蛋白 那他被称为是坏的胆固醇 嗯 那你仔细想想 我们上帝怎么会制造 这个坏的胆固醇给你呢 我们身体怎么会有 制造胆固醇 还要分好的坏的呢 那这是我们人为去给他定义的嘛 嗯 哦 根本没有什么叫做坏的胆固醇 等一下 因为这个 我一直以为有耶 大家 因为大家可能没有听过 所以对于这样的说法 可能会吓一跳 对你今天 你今天打破了 医师都会跟你说好的坏的 你坏的太高 所以要开药给你吃 那高密度胆固醇跟低密度胆固醇 应该 他的全名是应该叫做高密度脂蛋白 嗯 因为胆固醇是脂溶性的嘛 不容易我们的血液里面 血液是水嘛 所以他需要一个蛋白质来载运他 那高密度脂蛋白的工作呢 就是把 身体周边血管多余的胆固醇 回收回肝脏再利用 嗯 那低密度脂蛋白工作就相反了 你肝脏合成的胆固醇 总要有人载出去嘛 他就是货车 他会把你的身体 肝脏合成的胆固醇 藉由低密度脂蛋白送出去 那你说他是坏的吗 也不是坏的 那为什么会被称为坏的 就是说我们在以前在做解剖 你的那个 心肌梗塞呢 他发现你血管上面呢 卡了胆固醇 所以从此就认为 胆固醇是造成心血管 阻塞的一个元凶 等等 我现在有点头脑思绪有点混乱 是 所以 没有所谓真正的好的胆固醇 坏的胆固醇 它各有功效 各有功效 但之前是因为在心血管里面 发现有胆固醇卡住了 造成了中风造成心血管疾病 是 所以认为他有危险 没错 没错 那我该怎么办 那我们看到解剖鞋上 你看到的是结果 它不是原因 所以后来才搞清楚 为什么胆固醇卡在上面 他不是因为你血脂肪高 他就说血脂肪太高太浓了 所以卡在血管上面 不是的 是因为你血管先发炎了 那你血管发炎 我们身体会有 会去 会去我们去用 就我常常把那低密度脂蛋白 把它形容成是消防源 你血管发炎就像那里失火了 他要去救火 所以低密度脂蛋白在身体 是哪里有发炎 他要去修复那个发炎的主作 错怪了消防 对 那他在那边努力半天 葬身在火场 你说他是放火的人 不对 他是要去修复的伤口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的冠状 我们冠 我们血管动脉会周壮硬化 他的过程是一个发炎反应 这是起始的原因 是身体先 血管先发炎了 那发炎的过程中 我们知道会有自由基 会有些氧化反应会进行 那当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比较小颗粒的低密度脂蛋白 进来这边要修复伤口的过程中 你会被氧化 那被氧化后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它会吸引巨式细胞来吞噬它 那吞噬它之后 它变成泡泡状的两固醇 那最后呢 就会确实它会卡在血管壁上 所以真正的元凶是慢性的发炎 发炎 发炎就跟你刚讲的代谢有关 其实为什么今天会提到代谢症候群 它跟心心管疾病有关 就是它脂肪细胞太多之后 它会引起身体的发炎反应 那这些发炎反应就包括全身性的 包括血管也容易发炎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在台湾里面看中风心肌梗塞的患者 你给他问一半以上都糖尿病患 诶 虽然你这样讲的话 以后健檢报告 胆固醇的数字会不会放宽呢 诶 其实 现在200就红字了嘛 其实我们要看的就是说 刚刚讲的高密度脂蛋白跟低密度脂蛋白 就高密度脂蛋白 它毕竟还是在过去的研究 它对此对心脏的保护是有作用的 所以为什么这代谢症候群 这边放了高密度脂蛋白 我们希望它高 那怎么样高 待会再跟大家讲 如果让它高密度可以提升 那你看这里面 它就没有放低密度脂蛋白 近来我们心脏科医师都跟你讲 你的坏的糖尿值太高 为什么这个代谢症候群里面 没有放低密度脂蛋白 就是刚刚我解释了 就是它不是不好 它不要被氧化就好了 你是今天因为低密度脂蛋白 它你身体有发炎 它过去了 过去之后被氧化了 它才会变成乳米状卡在那上面 所以真的不好就是不要发炎 避免氧化压力 那不要发炎就是我们就是要吃对东西了 什么东西容易让身体发炎 就是精致糖 精致淀粉 糖分太高身体就容易发炎 第二个是反式脂肪 这个你要少吃了 所以油炸的东西 烘焙 烧烤的东西 这些东西你可能要少吃 我们这些东西确实容易造成我们的心血 就是容易让身体处在发炎反应 那一旦发炎 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 要修复这些发炎的地方 再加上一些氧化压力 自由基攻击 就整个形成我们的动脉周焦硬化的过程 是这样来的 两大重点 其实这个也是完全跟过去类似吧 就是有两种食物真的会造成伤害 一个是太甜的 太甜多的 一个反式脂肪油炸类 没错 这两个进去之后就会造成 刚刚讲的这个慢性发炎 慢性发炎 刚刚五大指标 负为血压血糖 三酸甘油脂跟HDL 当中两个特别要留意的是 三酸甘油脂跟HDL相互的数字 三酸甘油脂还没有提到 他这边不谈胆固醇 他也不敢你胆固醇 280他也不放在代谢症或许 他特别提到叫做三酸甘油脂 那三酸甘油脂我想这个 血脂肪我们大家看见检报告 一定会验这一项 但是这一项是最常被忽略的 大家都眼光在看我的胆固醇 在看我的坏的胆固醇 大家都在只注意这两个数字 就这两个数字没有摆到代谢症或许 因为三酸甘油脂看起来字好长 又不是很懂就跳过去 他是一个中性脂肪 那说三酸甘油脂为什么会高呢 他跟你吃大鱼大肉没有关系 那是吃什么 吃糖 三酸甘油脂来自于我们身体过多的糖 那又来了 胰岛素又来了 胰岛素会刚刚讲 会把糖呢 转到我们的肝脏 在肌肉变成肝肝储存 多余的糖就是变成三酸甘油脂 所以三酸甘油脂 大部分都来自于过多的糖 还有酒精 酒精 糖淀粉酒精会让我们三酸甘油脂高 所以如果你今天抽血 发现你三酸甘油脂过高 你开始要想想看 你是不是含糖的东西吃太多 包括水果 台湾的水果太好吃了 太甜了 不甜没有人买 所以水果过量也会让你三酸甘油脂过高 然后另外就是淀粉 我喜欢吃饭 喜欢吃面 喜欢吃馒头 面包 蛋糕 饼干 这就是所谓精致的淀粉 那这些在我们身体消化吸收之后 就是转成葡萄糖 那糖一旦过多 加上你胰岛素 没有办法很好的把它转移到我们的细胞里面的话 它就变成脂肪堆积了 那我有个问题 糖大家想要是甜吗 对 蜂蜜算不算 蜂蜜也算 可是蜂蜜不是很好的东西吗 加上你呢 是 但是对 没有错 对 那这个过多都是 它毕竟还是糖 在我们最后 在身体水解之后还是葡萄糖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 要有限度的去 去控制它 当你的糖控制下来了 你水果不要过量 淀粉不要过多 少喝酒 你三酸钢子就会降下来 那一旦三酸钢子降下来 你如果你有在定期抽钱 你会发现 你的高密度脂蛋白上来了 所以高密度脂蛋白很多人都觉得 我的高密度胆固醇上不来 那医师叫我开药 吃药好像也上不来 我拼命运动也是有限 高密度脂蛋白运动有帮助 那第二个 你一旦你减糖之后 高密度脂蛋就上来了 大家听到了 所有万恶的冤手 就是下午茶的精致茶点 对 你要享受的这么精致的 这个西式糕点 上面有很多的焦糖 然后下午茶来一杯 白酒也不错 这样吃下去的话 你都好啊 就是会容易慢心把炎 再提醒大家一次 凡是脂肪 所有跟炸鸡排 炸物相关的 还有糖度 甜度太高的烘焙 不要忘记水果也是 水果实在是健康 但一定要适量 要把果糖会非常高 还有就是精致淀粉 没有错 这几类少吃 你的三酸钙油脂 就会降下来 你的高密度的脂肪就会提升 你就不要不会生你慢性发炎 没有错 不发炎的话 你就比较不会有代谢的问题 没有错 然后你就可以渐渐的减少 不管是脑血管的疾病 心脏病跟糖尿病 没有错 一旦你这样做到 其实你的体重就会降下来了 体重会降下来 体重降下来 我们知道血压就会降 每降一公斤的体重 血压会降一毫米拱住 所以很多我们过胖 高血压我都会请他 你要做体重的管理 要减重 减下来你的血压就会降下来 同样的 你瘦下来 肌肉量增加 你的糖尿病也会跟着改善 为什么 胰岛素抗性改善 胰岛素抗性改善了 你的血糖控制就会比较好 其实这整个五大因子 关键还是出在肥胖 出在我们的体重过重 出在内脏脂肪过高 那一系列的过程都是跟他有关 所以回过来 如何远离代谢症候群 就是要减重 那怎么减重 其实就刚刚讲的那些原则 少碰糖 精致淀粉要减少 然后另外就是要多运动 那这样才有办法 就是真的做好体重的管理 然后远离代谢症候群 想要瘦也不是那么难 这几个要控制住就可以了 但控制这几个 在我个人的仪式当中 其实不太容易 其实体重的控制 今天会胖 回过来一样都是胰岛素在做怪 胰岛素 所以今天这两个荷尔蒙 胰岛素还有一个生糖素 生糖这两个在胰脏里面 是一个结抗的一个荷尔蒙 那刚刚讲 胰岛素就是在身体在走合成作用 我们身体的蛋白质 脂肪的合成都跟他有关 那另外一个叫做生糖素 他就相反 生糖素会解离我们的脂肪 然后他会糖质新生 他会把我们的糖呢 干糖把它分解 然后转成我们身体利用葡萄糖 当我们低血糖的时候 他就会出来干扰 那我们要减重的人 最重要是这两个荷尔蒙 你要去跟他好好的对话 你不要让胰岛素太快出来 那你不要让他太快出来的方法 只有一个减少碳水化合物 那另外就是用餐的顺序很重要 所以你说一听到你吃菜啊 吃清淡的也不对 也不对 我们不要真的太污名化那些肉跟鱼 没错 因为他是短固醇也是OK的 反而是他鱼跟肉 直接吃下去的伤害 还还比不上糖 跟金色淀粉 没有错 吃肉吧 去吧 吃吧 当然要均衡 然后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 用餐的顺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今天就是不要让胰岛素太快出来 所以你空腹的时候第一口你就不要吃饭 不要喝果汁 吃水果 空腹吃水果喝果汁你的糖马上就飙高 糖飙高后胰岛素就冲出来了 因为他要赶快平衡你的血糖 那多余的糖变什么 就脂肪赶快储存脂肪 先喝糖 先吃什么 先吃肉 你就先吃大口的脂肪 大口的肉先吃进去 那这就有学理根据了 吃肉吧 吃鱼吧 大口的吃吧 蛋白子先进去之后呢 他会不会吃进胰岛素 会一点点 但是你在空腹 在没有糖分不高的时候 你蛋白子进去的时候 生糖素会上来更多 那刚刚讲生糖素在身体是走脂肪分解 所以我要的就是让生糖素赶快出来多一点 那胰岛素少一点 那吃肉的时候就是会有这样的作用 那接着你再吃大量的蔬菜 这时候胰岛素不动了 生糖素会出来 我们希望是生糖素多一点 胰岛素少一点 然后肉菜都吃完了 你中间喝汤也没有关系 最后最后吃的就是一点点饭 然后再来就是水果 所以我们叫做肉菜饭水果 你在按照这样的顺序吃呢 你的胰岛素的波动呢 就会比较慢 这个是日式铁板烧的吃法 先吃肉跟鱼 他饭都是最后嘛 炒饭都是最后 然后再点水果 你这样吃 你吃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但是顺序抓对了 你的身体的荷蒙出来 就会不一样 我还有时间问问题吗 有朋友问说 吃B群会增加代谢吗 吃B群 B群是很好的维生素 但是跟代谢 我觉得有关系的 可能维他命C维他命E 这些我们希望他一些抗氧化的东西 好一点 那糖的部分的话 这糖是天然会比较好吗 其实他在身体水解后 都还是变成葡萄糖 都还是一样 我们可以吃糖 包括我刚刚讲 淀粉可以吃 但是你不要空腹去吃 你最好的方式就是 另外一个是最好的 你好好吃三餐 你千万不要少量多餐 少量多餐 对你减重也好 对你血糖的控制 对你胰岛素抗性的改善呢 都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最好是好好的吃三餐 那你早餐可能比较困难 早餐我们都比较简单 可能一个面包就带着走了 那至少你的中餐晚餐 你可以做到很好的控制 就刚刚讲你很好的蛋白质先吃 蔬菜再吃 最后再吃淀粉水果 你知道一餐三餐中间 有两餐这样好好吃 你就可以把你的胰岛素抗性 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 好千万不要少量多餐 大家特别记住 像我今天自己就学习到 有些观念我是真的改变了 对于胆固醇的看法 我再也不会认为它是坏人了 要它的 而且要先吃肉跟鱼 发胆固醇也可以先进来 OK的 提醒大家 凡是脂肪炸物炸鸡排那些少吃 糖的甜的 美味甜在你嘴 害在你身体 还有精致淀粉 这三类少碰一些 吃饭的顺序 那重要的是肉 鱼 高蛋白的先吃 再来蔬菜 最后再来吃一些淀粉 米饭或者一些水果 这样子的话 就让你身体的这个三酸甘油脂 它给你发炎的几率降低 减少肥胖 当然相关的 因发炎而引起的相关的疾病 就会降低 非常谢谢今天 梁副院长在我们当中 更重要的是 定期要去做一个 身体的健康管理 要去检查一下 你到底自己 三酸甘油脂是多少 由医师来帮你做一个 更进步的这个频段 所以定期要做健康检查 是很重要的 非常谢谢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的 副院长梁成超 梁副院长 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么多的 排阅 9 2 3 5 5 3